這次在柏惡藝術特區 我們在大義倉庫的七八商戶 看到文化局竟然抄襲金澤美術館裡面 阿根廷藝術家的作品 游泳池的作品 我們認為高雄市作為台灣第二大的城市 在文化的這個司座上面 特別是在柏惡藝術特區 以創新為核心價值的藝術特區 作為一個這樣的抄襲的事情 我認為是這個台灣的這個辭入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件事情 能夠嚴肅以及公開的來做一個評斷 我們希望能夠在高雄市政府這幾天儘快的 能夠公佈整個這個決議的過程 是由誰來決策 而是由誰來提議 而由誰來製作 我想這個真相一定要讓這個全國人民 來做一個公斷 第二個針對這個抄襲原創者的這種 不尊重的態度 我想這個應該要這個對創作者 這個提出公開的道歉 另外一個這一次 柏惡藝術特區的這樣一個抄襲事件 也讓我們高雄市民蒙羞 我也希望這個文化單位 能夠對我們高雄市民提出一個道歉 希望未來在整個 柏惡藝術特區發展的過程當中 能夠更加注重這個藝術專業 以及更尊重這個原創創新的精神 對高雄的土地感情非常濃厚 那特別是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在這裡有一群藝術家朋友 然後開始柏惡這個地方的推動 那所以再看到柏惡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很難過 那要肯定的是這幾年 確實柏惡他造成了這個全國姓 還有很多國外人士來參考 這個成績我們很肯定 可是我想作為一個地方文化的一個首長 或者是業務單位的執行者 讓柏惡產生的類似這樣超級的事件 實在很不應該 所以今天可以站在這邊 不管將來是不是有任何 跟國外那個藝術家 有任何的後續的問題要解決 我們要談的是一個主詩文化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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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養他怎麼樣可以讓高雄市 這個大的城市 特別是文化特區 發生那麼明顯的一個超級事件 十五年前高雄市的這一些熱心的藝術家 還有當時的這個市政府 謝長丁、謝市長 還有在地的很多的議員 還有當時的這個姚恩市副秘書長 對於整個國外藝術特區的這個吹聲 付出非常大的信力 而大家也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國外藝術特區是要作為一個 南台灣創新的一個中心 創新是一個我們國外藝術特區的一個 核心精神以及核心價值 但今天發生這一個游泳池 抄襲國外藝術家作品的這樣一個事件 我們感覺到非常的遺憾 也非常的憤怒 因為高雄好不容易 因為博物藝術特區城市光廊等等的 這一些藝文空間的這一個展開 才讓高雄市民的這個城市榮譽感找回來 也讓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的這個朋友 都來到了這個高雄市觀光 特別是來到博物藝術特區 那對於台灣第二大城市的文化主管 作為這樣的一個決策 而產生了這樣一個抄襲的醜聞 我認為一定要非常慎重的 非常正式的公開來對國人做說明 並進行這個道歉的動作 這樣才不會枉費從我們這一個 15年前推動博物藝術特區 再還有整個不同階段投入的 這一些開創的這一些 藝術工作人員也好 或者是政府部門這些行政的這些同仁也好 我們希望我們共同所成就的一個 博物的榮耀 不要因為不尊重專業 而讓這個地方的這個發展受到了阻礙 甚至呢 會往不好的方向來做一個發展 這是我們感到非常痛心 也是今天特別站出來的一個最大的原因 那我作為國外藝術特區首任的藝術總監 看到這樣的事情就好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 被帶壞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今天特別出來 來呼籲我們的這個政府部門 能夠非常嚴肅的 公開的來這個處理這一件事情